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举行首次部长级会议 今天与亚洲盟国对一系列谈判目标达成共识 尤其是关于贸易与供应链的议题 目标要与中国经济体系相互抗衡 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指派的哈尔科夫州州长甘切夫9日向媒体表示 乌克兰军队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收复先前被俄罗斯占领的东部领土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随后表示 基辅的军队已夺回哈尔科夫州超过30个聚落 并持续在东部的顿巴斯和南部地区反攻 随着台海局势急剧升危 日本国内就中共武力犯台风险关注度明显提高 日本防卫大臣冰田锦一 9日会晤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什强调 会因应地区突发事态 日美军队加强合作的重要达前所未有的高度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八日此事 日美陈金新闻台北支局长施板明夫指出 在这个阵狼外交奋行的时代 女王的柔性外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她爱久的女王2015年 宴请中共主席习近平的例子 当时女王用1989年份的红酒 暗示英国从来没有忘记天安门事件 即对中国人权与民主状况的关切 新航亚台电视中立报道 新旧 杨幣 金是 法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